晚安 欢迎收看8月5号的台式五件新闻 我是刘雨函 新闻开始来关心 今天清晨 台湾东方海域是接连发生了地震 短短6分钟之内连4震下陷了不少人 我们来看到最大的一起地震是发生在5点50分 规模达到6点1 在宜兰镇度有4级 那么还触发了国家级警报 随后再次发生了两起小区域的地震 但是规模也有4以上 到了5点56分这一起 是再度发生了规模5点2地震 镇阳同样是在台湾东方海域 在宜兰的最大震度也有达到3级 地震测房中心表示 光是今年就已经发生过3起地震规模超过6以上的纪录 也追凭年平均值 也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1到2个星期之内 不排除还会有规模4到5的遗震发生 大地震 还在晃 好久 清晨就被地震吓到整个人清醒 摇晃时间超过十几秒 随机门连前后摆档 新北市高楼吊灯更可怕 半空中回旋 生怕下一秒就砸下来 离镇阳最近的宜兰感受更明显 超市购物到一半 店员顾客同时抬头被吓傻 赶紧结完账走出店外 店内的客人反应怎么样 也都有被吓到 有被咬紧 小孩子都扑到我身上 是被那个铃声吓到的 宜兰最大震度达到4级触动 国家级警报地震发生在5号清晨5点50分 镇阳在宜兰县政府东方70点1公里 台湾东部海域规模达到6.1 属于浅层地震 深度只有16.7公里 各地最大震度宜兰4级 北北极桃源等地区3级 后续还发生两次小区域的地震 规模都有4以上 随后5点56分 又来一个规模5.2地震 镇阳同样在台湾东方海域 宜兰最大震度3级 新北苗栗南投等地区也有二级 6分钟连四震 飞兵海板块往东北引漠下去 引漠下去以后在这边会形成一个岛湖 还有湖后盆地 判断它的发生原因是一个湖后扩张 统计今年规模6以上地震 2月7号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6.2地震 4月18号花莲寿风箱发生第二次规模6以上地震 就回台湾东部海域规模6.1是今年第三次 已经追平年平均值2到3个规模6以上地震 不过这次很多人都发现 清晨第一个地震5.50分发生 但地震侧报中心的资料一直到6.06分才更新 怀疑是不是判读上出现困难 人工检视定位系统 它基本上有点卡住了 所以重启的系统会多一点时间 另外迹象局也提醒 预计未来一到两周内 可能还会有规模4到5的余震 加上这几天降雨明显 山区土石容易松动 最好避免往山上移动 绝聪报道